普遍服務的對象,整容前的心理質素是怎樣 普遍服務對象的心理素質或質素 一般來說,我們甚麼人都會遇到 完美主義者 或是有些人自信心很不夠的走來找我們 所以各個階層各個心理素質我們都會遇到 我們怎樣處理呢? 就像裁縫做衣償一樣 我們會了解實際上他想改善甚麼 我們會跟他做生理和心理評估 然後找一個可以貼身適合他的方案 一般來說,這個前提做任何微整形之前 做了這類評估是非常重要的 整容會有甚麼風險 分別是心理和心理方面 OK,講有關整容的風險 亦都分開生理或者心理 其實任何一個醫學治療方案 我們都會想到有關風險 或者可以做到的甚麼 任何的事如果在不適當的手上做 一個很小的手術都可以成為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最常見的風險當然是手術後的處理做得不好 例如感染亦都是很常見 或者做了之後 不達到病者或者要求被治療者的要求 而造成心理的缺陷有時都會發生 所以前期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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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